请我准备打开所有红包吗 你妈你都存起来到最后的买法 大家好我是杜朵夫人 今天我想要拍的就是一个 妆妆的影片 我现在要拍的是 就是我平时乱乱画的过程给你们看 现在我已经是涂好全化妆品了 所以现在就可以直接 进我平时乱乱化妆的步骤吧 距离我刚刚涂那个保湿了 是有一点点时间 所以我现在要喷一点那个保湿喷物 先给它再有水分一点 然后等下我涂那个遮瑕粉底那些 才不会很这样很难推这样 就不要有水分这样子 所以现在我使用的那个化妆喷物就是 这个牌子 然后我不懂这个牌子怎样念 你们看到它的罐子你们就懂它是什么牌子 它就是专门给敏感肌肤用的一个牌子 然后知道你的皮肤是一个很不镇定的皮肤 所以我还是很敏感的 只有这边红那边的红就使用这个牌子 因为它是非常合和跟安全 所以之前我皮肤敏感我都是在用这个 因为我不敢用别的 所以大概碰牙有一点水过后 我才进我的平时乱乱化妆的第一个step 就是防晒割理 这个防晒割理它本身它的那个质地是比较稠一点的 所以我每次涂好这个 我就是直接当粉底 就没有再用其他的什么粉底液 还是粉底什么皮 因为我也是不太懂哪些东西 我觉得就是涂这个就够了 然后这个是EPI的防晒膏 这个超级无敌好用 就是你一涂上去了过后 如果你的脸不是很烂的那一种 基本上它就可以当粉底这样了 因为它有保湿的那个功效 然后在它有一点加下的功效 所以我每次就是涂这个 就直接当粉底了 如果你的脸比较烂的话 可能你涂好这个 你还可以再涂你的那种遮瑕什么 包包包那些 所以我们就来用这个EPI的防晒 每次我一涂到那个保湿 我就马上接这个STEP了 所以我每次大概这样均匀 全脸都会不用手 我很随性的 我没有用那种什么美妆刷 还是什么美妆蛋 均匀涂抹 所以基本上涂好就是长这个样子 就是应该没有很够力的给你皮肤 好像会发亮的很滑的 可是它就是会基本的 有一点遮到你原本的肌肤不均匀 之类的东西 就还是会有一点帮助体谅 然后我也是一个 不要追求自然一点的 简单来讲不是自然的 是拉朵 如果有看到我影片 是很厉害化妆 还是你是化妆师 还是对化妆有一定的研究 你们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分享 就是你们可以教我 因为可能我吃了29岁 我现在准备想振作起来了 所以我们现在进第二个step 就是开始遮瑕 脸部 对我来讲这样就ok了 所以是眼睛比较够力 因为我眼睛的黑眼圈比较深 然后会有一点凹陷的感觉 所以我就会遮眼睛而已 然后我遮眼睛内也没有几够力 所以就很普通的那种遮瑕罢了 ok所以现在我就是用这个 之前很久以前买的 mary care 我的遮眼部也是很简单的 然后一样 凡是用手 平时我眼睛上面我也是会遮一点点啊 因为我的欧巴克真的是很够力 不止下面上面也会有一点欧 之前我的朋友还以为我涂眼影 很可怜吗我 稍微这样我就满意了 所以大概就是这样 就是它稍微有一点粉雾 这样子的话就ok了 它就会比较持久 那个妆就会比较丁 就是如果我眼睛有分泌物 还是什么屁的话 就不会那么容易就是 软到我的眼线还是mascara熏掉 丁完了这个我自己觉得还不够 因为这个只是丁黑眼圈的皮肤的层面 所以我就会再用另外一个 Eye Primer 这个我就会比较涂在于 眼睫毛的那个毛孔的地方 就是那样下毛孔 跟比较根部的地方 对 然后我就会涂一点点 真的是很一点那种 这个是很干的一个东西 因为之前我就不会用 我就弄那么涂 就是刚刚我涂粉的地方 我拿来涂整个 结果整个眼皮很干 所以我就会这样子涂一点点 就是这样 然后另外一边也是 我都是涂下面罢了 所以就均匀的推开了 它就生不知鬼不觉 开启它的反复阻力 会有一点不自在 我觉得啦 就是不要涂太多 因为它会勾到眼睫毛 所以可能就是要自己再用心了 把眼睫毛部分也推均匀 不要给它你眨眼睛肥去上睫毛 到了这个步骤过后 就到了什么步骤叻 就会到画眉毛的步骤 之前我已经有去种眉毛了 可是又差不多已经掉光了 所以在这个没有眉毛的状态下 我就要画眉毛 所以眉毛我会画蛮久的时间的每次 OK 所以画好眉毛了 大概是这样 画好眉毛了过后 我就会马上接画鼻影 然后我画鼻影叻 我没有专门画鼻影的东西 所以我每次就是直接用眉笔 直接画鼻影 所以我就大概这样修饰一下我的鼻子 给它立体一点 如果你觉得你修饰到你的鼻梁有点粗的话 你可以把它再变细一点 怎样变细叻 就是给它画窄一点 可是我觉得这样很可以 如果你觉得你想要画窄一点的话 你就是可能把刚刚那两条黑黑的 写它靠近一点 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原理 其实如果你很厉害画画的人 化妆一定很厉害的 因为它就是画画来的 所以大概就是这样 我平时只是修鼻影罢了 其他地方我都没有修 修完鼻影了过后 就开始打亮 打亮就完全用我这个影子过期了 那些字完全已经蒙掉 看到吗 然后这个牌子应该是Ethu House 还有看到一点Ethu House 还有在卖的 这个真的是很好用 所以就是我每次体谅的话 只有一点点地方 就是额头 鼻梁 嘴唇上面跟嘴唇下面 还有这边跟这里 就是这几个地方 我会体谅罢了 然后一样用我的绳子够 用那个温度 不要大力 就是温度 把它融掉 因为我们手一定有温度嘛 不然想到我的步骤错了 这个应该是放到最后 可是我今天忘记做之前的step 就是眼睛 我还没有涂眼影 跟眼线 不过不用紧 打亮好就是大概这样 它会有比较有一点光泽 光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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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所以我们跳回眼睛的部分 所以眼睛要我就会开始画眼影 我就用这个 这个是Ethu House的 今天就画一个粉红色眼影 其实之前也是有上网 研究人家讲话眼影 因为我真的不会 可是我看了一些美妆博主的教学 他们就讲眼影是分成三大类 雾面 珠光 还有亮片型 所以我就用这个雾面的浅粉色 来打我的眼窝 所以把我的眼窝 变成浅粉红色了过后 我就会再选一个 比较深的来加重眼部 就是主角 主色 所以我今天选的颜色而已 应该就是这个 刚刚打底是这个嘛 所以会选比较深的 会这个吧 比这个深很多了 所以就这个 我就会用这个 加强眼尾 就大概是这样 可以看到吗 这边就会有一点层次感 所以两边 都加一样的层次感 大概是这样 帮你们看得出嘛 所以现在就是要亮片的颜色 来打底 中间 不要给它空空 给它bling bling 所以就是里面最亮的颜色 就是这个 bling bling 我会选这个 然后它是比较 淡粉色 很淡很淡很淡 比这个还要淡 主要是bling罢了 所以这个就亮片色 亮片色我们就 涂在中间 眼影的部分就是这样 然后平常就看我要不要画眼线 因为我最近是没有什么喜欢画眼线 因为我觉得画眼线会 很像很不自然那个眼睛 就是让它那个眼线很明显 我今天跟你们讲 我画的是最构力 我最完整的妆 对不对 所以我今天就要画我的眼线 我平常画眼线也是画眼尾罢了 就眼睛带尾巴这样包 眼线来我是用这个 Nabellin的眼线 因为我平时很少化妆 然后有时候 这种化妆品太久没有被我操作 它会停在那边 摸血越不循环 所以我就这样shake 一shake 我一用它那个水就喷出来 所以就是画眼尾的部分 眼线液我会画两条尾巴先 就是两个都是画尾巴先 然后画的就是跟着我眼尾的那个 线去画 可是因为我的眼尾哦 它会有一点这样子的 所以我在我画眼尾的时候 我会故意 不可以完全follow 完全follow的话 我的眼睛会画到很老 它就会变成这样 就整个就是那种 辣妈的眼 所以我画完那个尾巴 过后我才会从前面 带去后面 给它变成一个完整的眼线 哇 今天我的眉毛画得不错呢 漂亮漂亮 然后我也是很随心 每次如果画到我不满意 还是怎样 我也是借用手这样嘛 给它弄到 调到我要的尖度 OK 所以大概就是这样 我的眼妆 然后呢 还没有完成的 就是还有眼睫毛 眼睫毛的话呢 就是我会先gap先 稍微gap一下给它 美美的 翘了吧 你看有夹跟没有夹 是不是差很远 整个眼睛有深跟大了 两边都gap好了 gap好眼睫毛过后 我就会涂一个 眼睫毛的primum 就是保护眼睫毛的 也是marycaddy 它是透明的啦 就是想帮助增长跟 保护我们的根部 我们的眼睫毛 所以就轻轻刷 涂好了 就是也是所谓的保护眼睫毛的 一个东西 所以涂完了这个 i Primer 然后我才会涂 Mascara 然后这个Mascara也是 Merrycaddy 所以我这些化妆品 都是很old school的 都是我没有去update 然后就可以用我就用 所以现在就会刷我的 Mascara 追求自然 所以不用太浓 我不要喜欢自然 所以我化妆的vlog 我都会一直拍 主要是给你们看到可能 就是有进步以外 然后也可以跟你们有一个交流 所以大概这样 化好一层眼睫毛过后 我会再夹多一次 再给我的眼睫毛再翘上来 因为有的时候 它有那个重量 它又会沉下去 飞上来多一点 就是夹给它飞上来 所以两边的眼睫毛就不要均匀了 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我眼妆部分呢 因为基本上就是settle 我们第二眼睫毛会贴到眼皮 所以贴到眼皮的话 可能有一些 眼影的颜色 会被那个夹带走 所以这个时候 我就会再去加深我的 眼影的颜色 所以眼妆部分 就会完妆 所以基本上呢 就只剩下 腮红跟口红 然后我的腮红跟口红 都是直接用一样的 就是我口红用怎样 我腮红就跟住就对了 就是这个牌子 这个牌子是蛮出名 可是我不会念 这是我朋友送我的生日礼物 就是这个牌子 然后在涂口红之前 我一定会涂一个护唇膏 因为我嘴巴是属于 比较干性皮肤的人 这个护唇膏就是 凡士林的护唇系列 然后我涂口红也是 淡淡罢了 我不喜欢涂到厚厚 所以我都是用点的 就有点气色我就觉得OK啊 如果不均匀的话 我就会拿棉花棒 跟它弄均匀 大概像这样 还没有完妆 还有腮红最后的部分 然后腮红呢 我就是用我的无名指 就是我的手指 我的神功勾勾 OK了对吗 然后就两个无名指神功一起搓揉它 然后稍微微笑 然后看你要点在哪里 点了过后它就会这样嘛 就很不均匀 所以我就会用我的中指的 我都是用手指 就大概样子了 OK所以今天我的 full set的妆容 就大功告成了 所以如果你们对于 才装是非常有研究的人 还是很懂的人 就是你们可以分享给我啦 就是让我学习 OK所以今天影片就到这边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就记得一定要留言按赞分享 打开小铃铛 还有订阅我的频道 所以就是这样 下个影片见 拜拜